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早以前我其实就是在家庭室的工作室 可是那时候是没有注册的 那现在因为真正的走工作坊是在大概三年前 以前我在医院的开刀房 阳长线它会溶结在体内 就不需要柴线 我就是从那个线开始才会继续找 对地球不会污染的素材 这才是我最大想要开店的用意 亚麻是韩代的植物 它是从法国还是俄罗斯那边来的柴子 我们台湾是黄麻 所以不同的麻呈现出来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亚麻呢它是属于会呼吸的纤维 对土地非常友善的材质 一边工作一边做织品 可能那时候的织品可能看起来就没有现在这么的有样式 然后比较丰富 可能渐渐的大家要越喜欢自然的东西 所以部落妇女又参与自动过来一起勾 本来刚开始是只有一个人在勾 后来就变十几位 再来变二十六位 现在还在增加中 从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也有在做 然后我本身就兴趣是勾帽子 刚开始我是拿一个线好玩 好奇 然后就在那边 就做一个胸花 然后就慢慢的不经意的 然后织了一个帽子以后 就把自己的花的作品 也把它融入在那个帽子那里 如果帽子想要一气呵成的话 差不多要整整要八个小时 但是有时候是要顾老人家 然后又可以顾到家里 因为老人起机都要打理 那你说出去外面工作也不太方便 也不太方便 很多困难啊 就有的不会勾啊 那个手就笨手笨脚的 勾不出好的东西啊 要从不习惯到习惯的话 可能也要一个过程吧 对我们是每天都要做 像手支的东西 就不是一天就能做完 你要勾好一点 勾漂亮 你一定要专心勾 好 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困难 因为我们也可以算说不识字 就扣这个就识学习啊 不知道的要问啊 现在我就做那个要时间 一开始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工作啊 可以在家里勾 我们可以做家庭的工作 像我们小孩子回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接送啊 我们的成员有 最年轻的大概是四十岁 最老的大概是八十二岁 你会说最老的它可以勾吗 有 最老的八十二岁勾还不错 因为它不是刺绣 它不需要靠眼力 这边龙昌村是我从小在这边长大的 所以其实我很多的素材 可能都是我们部落就可以 是随手可得的一些种子 就当我的扣子 所以我在我的部落 就是做这样的东西 就从这边出发 将来就专门就是上海就有上海的包 日本可能就有日本的包 可能都不一样 可能将来我是想要有一套 就是很有系统 有一个经理人 他愿意帮我们就是带领所谓的品牌 I see & I see If I hit the floor i S2 i S1 i S3 i S3 i S3 i S4 i S3 mF i S4 i S4